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龙龙开车了 那最近啊大家都跟我一样 身处在上海的小伙伴们一定有这样的困扰啊 就是隔离在家 我的爱车长时间停放在楼下 那到底应该怎么办会遇到哪些问题呢 今天我就来跟大家一起好好地盘谈一下 我们车子长时间停放会遇到哪些问题 或是我们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或者避免的方法 首先啊第一个就是我们车辆的电池亏电问题 也是我们最常见的 其实这个情况比较多的出现在一些超跑车型上 或者一些老车 亦或是你的电瓶已经用了三四年以上的情况 那在长时间停放之后会出现亏电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上车打不着火 那其实这个比较好的一个避免方法 主要有如下其的 首先第一点就是如果你具备下楼 或者说至少在小区里溜达的这么一个条件的话 那我建议你啊每隔三到四天可以下楼给你的爱车发动上五到十分钟 让它怠速运转给电池充充电 那第二点就是我们车上常用的一些接电设备啊 其实可以给它进行一个断电 比如我们的行车记录仪 我自己车上的行车记录仪是24小时记录接总电源的 那我们可以通过手机的APP把这个功能给关闭掉 因为它真的是非常的稍变时 那第三个情况可能你跟我一样 我们是足不出户啊 真的是完全被隔离在家不能下楼的 那么如果你的爱车正好停在下楼下 你可以利用下楼做核酸的这个非常转散的时间 下楼把车发动好之后做完核酸再回来熄火 其实差不多也有五到十分钟可以解决一些小问题 一或是你的车子比较高级具备远程启动功能 你可以通过遥控钥匙或者手机APP让车子去发动一下 那也是再好不过的一个方式了 那第四点就是我们特别尴尬的一个情况 就是你车记不在楼下也不能去摸到它 或者远程启动它 那很可能我们在解封之后上车会发现打不着火 那这个解决方案其实特别简单 你不需要去找小区外面一些奔店吃服 因为当时它的价格一定会比较贵 打给你的保险公司 你告诉他我车没有电了 麻烦您上门来给我奔个电 这个服务是不收费的 是免费的 而且也不会增加你第二年的保费 你只要打给你的保险公司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那以上是我们说的一个亏电情况 那第二个比较常见的情况就是轮胎的亏气 在长时间停放 尤其是我们一些轮胎使用年份已经比较长的一些车型 可能还会出现一些轮胎的军裂 包括亏气的情况出现 那比较好的解决方法或者避免呢 首先就是你在车上可以像我们一样 常备一个小的充气宝 你只要车辆发动可以通过它的一个点烟器的电源 去给它进行动电 亦或是它有个类似于像我们平常用的大号的充电宝一样 可以给你车辆去补气 那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解决方法 那第二个呢就是可能你并不具备这一些配置 但是你可以下楼去动一动你的车辆 简单来说 如果你下楼可以去动车子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绕小区里面稍微去绕个两圈 如果你家里的条件只具备在楼下简单的挪一挪的话 那也没有问题 这样做其实就是确保我们车辆轮胎接触面 不会长时间固定在同一个位置 也会对我们车辆轮胎进行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那第三种情况就是跟我们刚才亏电一样 你既下楼摸不到车子 也完全去接触不到没有这些设备 那很简单 同样还是打给你的保险公司 因为打气包括笨电这些服务 都是它免费的救援服务范围之内的 同样也不会增加你第二年的保费 都是你我们在购买保险时候 可以享受到的这些服务 那讲完这两点之后 最后一点问题就是我们消费者 我看到包括我们的很多网友 经常会在后台给我们留言 就说我车子长时间停放之后 车辆里面的油液会不会有影响 比如说机油 冷却液 刹车油 助力油这些 其实我想告诉大家 你大可奉信 因为我们平常隔离在家 可能最多也就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那在这个时间范围之内 其实我们车子完全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脆弱 它所有的油液都是可以去正常使用 没有太大影响关系 但是如果说你这个油液本身已经使用了比较长的一个周期 确实也快接近它更换里程或者更换周期 那我建议你在解封之后可以第一时间去进行车辆的一些油路的更换 那以上这三个情况就是我们在隔离在家 然后车子长时间停放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小问题 包括一些解决方法 不知道大家看了这个视频有没有一些收获呢 那本期视频到这里差不多就进入尾声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